滾滾洪水不斷向下冲刷 整条大马路早已成了黄土河流 民宅内情况更惨 从房间到客厅变成了小瀑布 甚至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室内 哪里又是室外 中国广东连日暴雨沉灾 尤其梅州和平远最为惨重 放眼望去整片田地全浸泡在泥水中 从高空往下看好几处楼房冲刷倒塌 山头光溜溜一片 光是单日降雨量就近三百七十毫米 冲进家门的洪水也有两公尺高 更别说后续清理作业 更让灾民头痛 道路水电通讯严重中断 救援单位出动橡皮艇穿梭街道救人 绕人家走不动了就直接扛在肩上 以身开路 习近平已下令抢救人命资产 目前至少五十五人丧命 但楼塔污秽 对外道路中断 面对二十年来 广东最惨洪灾 灾民也只能无奈 继续要压苦撑 全力清理家园 在新闻黄泽云报道 未经许下 核实在 小楼 看到 上